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阿强 我们都知道啊 贵州的桥两顶嘎嘎 但是啊 贵州的楼房啊 也很奇特 大家看看 我背后这一台房子没有 啊 四景城高楼啊 在高 在高速公路的 我不知道是先有房还是先先有 桥上面呢是 啊 一条高速通过 他们一住啊 就住了二十几年 啊 而且 我看了有 五六公里长啊 据说啊 这样有 一千多户员家差不多有一万多人 那么一万多人在 老底下住了二十几年是什么样的感受 等下我用户员机拍给大家看看啊 这人生啊 多少真心为国服 要得到多少 没心才能够满足 这一路啊 要尝尽多少刻骨 才能慢慢停下脚步 谁能给我一个珍惜的祝福 让我走在黑夜里是不会孤独 这也是比较罕见的 不知道你们呢 有没有这种现象啊 哦 到底是先有桥还是先有房呢 我们再来一下 那我们下户机的 我们下户机的 温客 是不是 在黑夜里是这样的 是